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有的时候你只有到一个新的地方 可是很多规矩你也可以你认真的重新定给HK 比如说像我现在我一天手机大概通常都是关着的 是开一两小时 对 我开机的时候 我导演诅咒他都疯了 我在集中的在那一两小时看谁大家留了什么讯息口讯 我在集中去回复 然后电邮我现在更离谱 我现在最高纪录是十天才开一回 是吗 那你怎么活得下来 就这么活下来 然后现在慢慢一开始很多人说 你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呢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我发现大家也能接受就了解到 我是一个这么不好联系的人 但不是故意的 而是我只是想减缓电子沟通 因为我连Facebook跟微博都不用 我都没有 那我就减少 但我发现定了这个规矩给自己之后 其实还是可以 对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自权之道 但是有些人就焦虑了 你这么可能很多挣钱的机会也就过去了 是不是 或者说很多什么可能的艳遇 你知道现代人有一种 没错 怕丢了 怕少了 是吧 还有担心家人多余的担心 我有这个压力 就是像我上位级下位级一定拿电话 就是减少他们担心 后来我也知道 他们用我这个担心 再来另外一种方式的掌控我 但是你还是丢不了这个习惯 都已经到中年了 所以现在这种焦虑 这个普遍存在 是 你像要像文道或者像你这样 我觉得多少得有点功成名就的人 就是觉得我奋斗在这样也差不多了 你知道中国社会大部分人 他还是觉得 我得成功 我想要的东西都还没有 我怎么能够归隐 非常的严重 非常严重 在我来北京这几年 接触的年轻朋友更是强烈 最近是年轻朋友的节日快到了 高考 年轻朋友都在打兴奋剂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现在出了有名的 一个是赤膊 打架 为什么赤膊 这教室里也热 而且表现出他们准备高考 赤膊 挥汉 真的决心的表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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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微博 我还转特别好 他说现在的高校 女生穿着夜店化 男生穿着民工化 我睡觉看这照片 来 他大学毕业的都当民工 这是更有名的 一个最近一个高三的中学 全班打掉屏 在打什么 氨基酸 氨基酸 你知道文道 这我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营养品 经历过很多阶段 我高考的那个时候 那是 有党氨基酸吗 那哪有这么先进的 那个时候就是叫 卖乳精 加奶粉 加链 喝点那个 就算有营养 其实不知道 有没有用 现在卫生部也就说 说我们没有批准过 任何说建脑的 说能让你变聪明的 一种药 现在到处都这么卖 然后就说 现在就有 你想 如果一种 教育制度 它使得 这个学生 需要一边吸着氧 一边读书的话 这种教育制度 是不是有点问题 吸氧 现在高考的学生 都吸氧 还有要进高压 养仓的 听起来 怎么好像准备 登陆月球 中国航天计划 进入新阶段了 是吧 我当时 这个照片 正好复印到 我在国内工作 所碰到一些联系 他们跟台湾的联系 最大差异 就是目标清楚 而且就是 很努力的要往那目标 所以我常会觉得说 你只有目标 没有过程 那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是比较没有目标 目标很小 然后很隐约 然后甚至不抱太大 希望比较沮丧 是很大的差异 所以 可是到高考前 调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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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 已经 谁想了主意 这是自然形成的 觉得给孩子得 补充营养 其实 这我感觉 孩子 就是十八九岁的 是身体最棒的 时候 熬几夜的 我们打掉平 还差不多 对 对 不过这个 将来搞下去 高考 说不定之前 要先检测 禁药 是吧 是吧 像奥运一样 犯规 你不能 没错 真的 你知道有一种叫利比多 不是叫利比多 叫利比多的 他里修 地里修 还是叫什么 管着叫什么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药 叫聪明药 正在一些考生家长里 让孩子吃 说是能让孩子变得更聪明 有没有后遗症 可是我跟你说 这种药是治疗儿童多栋综合症的 儿童多栋综合症 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 据说 儿童多栋综合症的孩子 吃了这个药 就不那么注意力 容易分散 就让你注意力 比较容易集中 是为了这个 所以他聪明药 可是专家说了 说这玩意儿 不但是副作用 很厉害 而且可能会成瘾 那你不就是吸毒 是吧 为了高考吸毒 是 我只觉得 如果是老师或家长 要求孩子做这件事情 他等于潜意识 在告诉孩子 你只有目标 你只有 你的人生只有目标 没有其他的 其实他在谋杀一个 还是对人生价值的 价值观跟审美观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谋杀 做这件事情 台湾人不会觉得 有一个坎儿 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坎儿吗 曾经有过 也是一样 联考也是这样 是 我们也是 是 我们也是 考联考也是 你死我活 或者说 一失败了 就彻底完蛋 那时候我们 我有啊 不过我那时候还好 我没考大学 我考高中联考 那个时候 要是考大专联考那种 他们更苦 他们要跑到 比如说常常去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 对面附近里面 都是补习班 你知道吗 那补习班里面的 他们是睡在里面 他们是睡在补习班里面了 就不回家了 也不回学校 睡一整个月 然后白天就 睡眠时间很短 大部分时间都在补习 读书 准备模拟考试 准备应付那场考试 会出什么题目 在猜测 不停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你重复的考 考到你已经 很会考试为止 没错 而且那时候台湾 我觉得特别变态的是 整个地方把这个考试 考大学联考 他真的当成像是 过去科举开科取士 那个感觉 你记不记得 以前每次大学联考前 比如说考试 老师要有一些 负责出题的老师 不是要出题吗 那个电视要去拍的 你记不记得 就电视新闻 就一起拍的 直播现场 拍什么呢 拍 大家看 现在今年高考的出题老师 现在进入这个市场里面 他们要进去 做这个考题了 然后门口呢 这个教育部的官员呢 就要来封门 拿封条封上 这个过程呢 这个过程叫入围 对 还是这个古代 真的是科举 科举一样 就考科举也有题目嘛 定题目的老师 就得进去 这么关起来 然后等到考完了那天 电视又来了 又拍的 拆开封条 大家欢迎 老师们辛苦了 考完了他们 你们放了 放你们出来了 就要 进行传统文化 科举长也这么干过 所以你要说这个 最近有这个云南 出了一个教育厅长 这个教育厅长很有意思 我觉得官员当中 这么敢说话的 很少见 你不知道他提出一个什么呢 说这个初中和高中 应该啊 初三和高三都是白费的 不应该上 他为什么呢 就因为初三和高三那一年呢 都是在重复这个前两年的知识 准备高考 用一年的时间准备中考 对 和高考 所以他认为啊 从节省时间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可以不要 他还有一些啊 特别有意思的言论 这就广告之后 我也去跟你们俩报告一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云南这省教育厅长 叫罗崇敏 最近在西南大学有演讲 你听他说什么啊 我觉得他说的事情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状元 你说这种举 状元有137位 至今没有一个人 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和国际大师 一个都没有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教育功利化 他还提出啊 这个规则腐败 就说的是潜规则盛行 还提出一个语言腐败 你看这教育厅长说 什么就是我们学校 搞什么语言腐败啊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表中心 表中心表的 让你毛骨悚然的程度 我估计他是被表过中心吧 还有时间腐败 你听他提这概念 时间腐败 就是说很多时间用在吃和玩 领导开会讲话 根本不体现自己的想法 也不体现民意 也不体现他自己想法 也不体现大家的想法 无端消耗别人的时间 这对是 云南行啊 老初这些官员啊 对对对 从宣传部到现在教育厅啊 没错没错 不是挺敢说的 最近还有一个人 我的老校长啊 我武汉大学的老校长 叫刘道玉 你知道吗 这个刘道玉校长啊 最近召集了一个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 我当年八几年的时候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 我对这个校长没有什么认识 他很厉害的 我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我才知道 我撞上了一个这么牛的一身 好校长 于是我后来琢磨 因为我以为大学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么上的 后来我问问今天的大学生啊 我发现跟我那个时候上大学不一样 怎么 我是享受了刘道玉的好处啊 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 他给了我什么 他给了我自由 为什么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大学四年 好家伙这个学上的真不错 后两年我就没在学校待着 他们总为了爱情穿住获审 就说学分制 老师就不准硬性点名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选修课嘛 甚至新闻系的学生 三年级就放你出去实习 只要你回来考试 然后你回来考试 自己去查书 等于说非常自由 包括这个食堂的鼓励你闹民主 火食不好可以造反 对 我就在说这个这个刘道玉最近搞的这个这个这个研讨会啊 北京大学的潜力群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当然 刘道玉说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 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 腐蚀了大学的灵魂 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教育需要乌托邦 就年近八十六道一 对 教育需要乌托邦 对 我觉得真好 因为因为现在北大清华其实是很不妙吧 现在学生都是 我就总觉得现在全国最好的这几间大学的学生都是 切实是最功利 嗯 不是说全部啊 是几乎很多学生都非常功利 目标明确 不是出国留学就是要当干部升官 是 那么比如说你很容易做一些对比吗 你以前北大的校长是什么样人物 那现在校长叫大家唱化学 然后这个清华的话 你以前比如说是要出大师的 现在呢是专门出大官的 是不是 你现在是出大官者未知大学了 那么所以 我觉得很悲惨 就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学校命运 而且我觉得千哥刚刚讲目的性太强了 是 这个东西还会更易变出更坏的东西 是 会变成什么呢 你如果说我们因为目的很强 所以我要付出一切的努力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 是 我觉得这还好 是 这已经很不好 但还算好 更坏的是什么呢 我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可不可以想一些方法 我不用付出那么多代价 反正我只要目的嘛 不择手段了 对 就比如说我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跟一些年轻朋友在聊他们读书的事 他们要读博士做学问研究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就以前你想念博士 是因为你学问上有追求 你想念 当然你有个目的 想拿到那个学位 但是中间那个过程很重要 你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 你想不享受 现在呢 他要得到那个目的呢 就中间的过程 他希望能够不要 于是比如说 对不对 贪污 搞关系 混个饭吃 找人带 带做功课 带交论文 最后很容易混一个什么学位回来 混了那个学位 他目的得到了 但这个目的有什么意义呢 没错 而且我觉得 我是比较没有那一些 想法 我比较性格的关系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让我留下记忆里面 觉得最值得 我现在回头看 我以前所有做过的事 最好的记忆都是在过程 都不是在结果 所以我常会很困惑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 只有目的 而没有过程的 去享受过程 我觉得过程是 应该是享受 去接受 去感受 那是你生命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我就很困惑 当然我不是说 高考前 享受读书的 真是享受 那个很难享受 享受玩鸡酸 可是我会觉得说 那你高中 你还记得什么呢 但是考虑不考虑 谋生艰难 我觉得 就像您说 现在就是因为谋生的 大家把谋生艰难 这个事情放到太前面了 所以大家都用一个最功利 或者最为强悍的方法 去抢夺 生存之道的时候 变成我们面对于谋生 这件事情 把它看得非常的恶劣 而且失去了用我们 我觉得 就像有些早期的人 我不说要毁到早期 说 现在有一群新的教育孩子 其实我都不送他上学 我在乡下 甚至我教他怎么去采果子 过日子 现在开始有这样 在云南就有一些日本人 对 有一些外国到中国的乡下 过这种日子 甚至他自己教孩子 自己祖国的语言 然后离开自己的祖国 到最原始的 就是说所谓的生存 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当官还是很有钱 还是能活下来 活得快乐与不快乐 那我的过程想说是 活得快乐与不快乐 这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 也许我们必须可以体会 这些当师长的 当父母的 他们内心里面 曾经受到过的一些迫害 而必须还给他孩子更好的 用最快速的方法教孩子 得到他们以前失去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 剥夺了孩子 应该得到了快乐 我觉得我看那张照片 是这么想的 东鹏瓷砖拮据 黄牌大放送 它原来是蒋介石 反攻大陆的一个希望 可是当年国府内的权力斗争 国际强权的耳鱼我炸 孤军内部的分化猜忌 希望变为绝望 凤凰卫视走访 太北缅甸 探秘三十年金三角战场的 孤军血泪 一日孤军 金三角国军残余部队祭祀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船长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镜像典范 红花囊 千兄 你不如讲讲你自己 你看你是很有成就的 这个音乐制作人 当然现在的市场下 你也失业了 是没错 但是当时你特别年轻的时候 你的目的性强吗 因为有些人说 年轻人其实就是目的性强 他就是想要什么 很直接的 他就想去要 所以我就说我也许就是 我父母给我教育里面 这个部分 或者我性格里面 也有这个部分 是让我这个人生过得 比较快乐的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我会选择 我从台南到台北 找工作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在想 我到底做什么事情 会比较快乐 然后我就想 我生活里面 哪个件事情 让我觉得快乐 我觉得阅读 跟听音乐最快乐 我就说 那找个跟文字 跟音乐有关系 那我多傻呀 我在台南 记了很多履历表 记得半年没人用我 我才发现 我记得地址都是台北 谁台北会用一个台湾孩子 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去台北找工作 我爸妈说去吧 我就到台北 两周后就找到工作 我就进来了 当时 也许就是没有那个 我觉得人是应该有目标 但是没有太明确 我就要做到这个 指定的清楚 当时我只有一个目标 说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阅读 那我就找个出版社 或者找个唱片公司来干活 那就做一个 我有兴趣 当时我受的教育 也是告诉我 挑一个你有兴趣的事情去做 那挣钱呢 怎么让你维持在台北的生活 你不管吗 我当时 当然就我爸说 那我朋友家的 有个阁楼 你住 我说行 我就住了 但他们 我那个叔叔也特别照顾 我到现在还跟那个叔叔特别好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所以当时我家养活 我自己就好 我可以喝 那时候 我很年轻就有喝咖啡 那是很不好的习惯 我都喝 那时候就五块台币的咖啡 五块台币 而且还可以续杯呢 所以我喝一杯 中午再去吃一杯 那店员都让我再去 就这样 可是那时候真的很快乐 我到现在还是怀念那段日子 特别快乐 但是他们所以说 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也是因为水涨船高 没错 有些人讲 就说是谁搞的 不是孩子们搞的 就说现在在一个城市里 生活成本 确实是没法弄 而且你就像咱们都觉得 挣多少钱都不够 对 你何况你像他们呢 那样的经济上的不安全 但是我觉得 对没错 挣多少钱都不会够 但是你如果老想了这个事啊 你那个不够的感觉会被放大 那这时候你会很难过 就我觉得 我跟千根很像 我年轻的时候 大家运气也是好 家里面没有让我有太大的负担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也是从来 其实我发现不止我 我身边很多同学 我们就要念哲学的人了 你首先要了解念哲学的人 在大学是什么地位 就是你们是一帮完蛋的人 对 那由于你天然就不会有什么出路 你也不必有什么目的性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也就干脆不担忧什么了 绝望之切 绝望 于是反而变得很快乐 我们没有人担心自己将来要挣多少钱 要怎么样 反正觉得勉强活得下来 没饿死 有地方欺身租的 或者跟人家合租房子 我们都喜欢合租房子 我跟三个同学合租过房子 就够了 然后就很快乐 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 你说我们有什么大的志向吗 没有 那那个日子你说是不是很无聊呢 他也不是很满足 现在是出了一些 就他们要讲的 说大学培养出来 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 那见人就会来事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 八面玲珑 你想他脑子里的价值 那就是